第85章 制服 双方神力在空中碰撞 顿时引发出一片天地异象的景象 在修为上 嫉妒之神和海神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但海神由小五来掌控 无法发挥全部的威能 可是 别忘了小五手中还有黄金三叉戟这件神器 虽然黄金三叉戟在品质上还比不上修罗剑 但是他经过唐三多年的温养 也已经突破了原本的界限 因此 嫉妒之脸在与白云千载空悠悠碰撞之下 一片深粉色光芒与金色光芒相互纠缠 不久 那深粉色的光芒便渐渐的被金色光芒驱散 大片金色光物扑面而来 嫉妒之神咬紧牙关 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自己不能后退 一旦后退就可能会产生素变 他猛地深吸一口气 强烈的嫉妒之意浮现在面庞之上 双眸完全变成了深粉色 两道深粉色的光芒骤然从眼眸中变色而出 直奔小五的双眸摄取 嫉妒之光 被嫉妒之光命中的人 无论是神还是人都会勾引起内心中无尽的嫉妒 只要心中有过嫉妒的情绪就会被引发出来 暂时失去自我 每一位原罪神都有类似的能力 也是他们最强的能力 嫉妒之神完全不顾自身了 施展嫉妒之光需要消耗生命本源 并且不能够再进行其他的行动 如果对方出手足够快 就足以伤害到他 小五的出手够快吗 事实证明当然够快 一圈金色光环从黄金三叉几那光润如水的体验上飞射而出 正好落在嫉妒之神身上 将他捆了个结实 正是海神绝学 无定风波 同一时间 小五也被那嫉妒之光命中 全身一震 整个人的身上都蒙上了一层粉红色 嫉妒之神清楚的看到 小五的身上虽蒙上了粉红色 但双眸依旧清澈 他心中不禁暗暗赞叹了一声 不愧是唐三的妻子 小五心中竟没有任何嫉妒的情绪出现 可见其内心的澄澈 小五早就预判到 被嫉妒之光命中 就算没有嫉妒情绪出现 神体也要因为受到嫉妒原罪的考验而僵之一脑 一秒的时间 对于神体的战斗来讲 已经足够了 小五背后 抡着一双锯锤的破坏神已经到来 锯锤抡起 轰然打下 嫉妒之神的目的达到了 他对小五的对控 就是为了要在这个时候起作用 小五个体的实力 凌驾于他和破坏神之上 但差距并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破坏神将自身的实力完全发挥出来 立刻就能够将他制服 战斗就结束了 生命女神眉头微走 瞬间重新睁开双眼 破坏神是毁灭之神最亲密的手下 也来自人间 自从来到神界之后 他就投入毁灭之神门下 成为毁灭之神的左往右臂 这破坏神力大无穷 有大力神之称 毁灭之神之所以重用他 就是因为他生性沉稳 而且很有智慧 相比七大原罪神 又远远没有那么极端 这破坏神的实力完全体现在战斗上 破坏力十足 如果他的锯锤真的砸在小五身上 恐怕小五就凶多吉少了 生命女神手中亮起一团绿色光芒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旦小五生命受到威胁 他就立刻出手 无论怎样也要救下小五的性命 另外一边毁灭之神眼神也是骤然一鸣 沉声道 唐三还不认输吗 唐三此刻正是面对小五他们的那个方向 这也是毁灭之神故意为之 在战斗中控制局面所致 他就是要唐三看到小五受到威胁 他才想唐三在自身神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看到那一幕很有可能立刻失去战斗欲望 而结束这场战斗 但是毁灭之神失望了 他从唐三的面庞上并没有看到任何轻光之色 看到的却是一抹淡淡的微笑 那微笑充满了自信 更有着一切尽在掌控的感觉 毁灭之神心头猛然一沉 之前曾经出现的不祥预感 骤然间爆发出来 是的真的不好了 破坏神抡起锯锤 眼看就要落在小五身上 突然间他的身体就那么在空中向前滑动 脱离了小五的投影范围 甚至是从忌妒之神头顶上空飞过 直接落在他们战场的后方 忌妒之神先前已经距离凤凰之神很近了 破坏神从他头顶这一跃自然就落到了凤凰之神那边 忌妒之神心中大骂 这个笨蛋怎么不心解决了小五 先解决凤凰神哪有先把小五控制住 对于这场战斗的意义影响大呀 真是笨蛋笨蛋 就在他心中大骂的下一瞬间 他全身一震 一股距离从背后传来 忌妒之神觉得全身神力 仿佛都被震散了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七窍中同时奔出深粉色的光芒 身体在空中晃了晃 就被一团黑光吞噬了 忌妒之神被制服